财经晚报我们要持续关注的是 今天台北股市重挫了161点 又再创龙年来的新低 不过我们看到万绿从中 其实算是一点红 应该看看这个业绩红不浪 成红获利王的表现了 因为成红今天召开股东会 那么董事 我们看董事长江朝睿他就说了 不担心苹果iPhone败转投资 这个Incel的部分内侃式的触控技术 那么而且在下半年 中大尺寸订单爆发 甚至还要担心产能不够呢 所以成红也宣布配发23块钱的鼓励 对于挑战股王江朝睿说 任何事都有可能 股东会一开始 成红董事长江朝睿就向所有股东 行行喊话 面对大客户苹果iPhone5 可能转单已经做好了准备 小尺寸可能会失去一点 但是中大尺寸会多很多 中大尺寸一多很多的话 我们产能又不够 我现在就可以一起 我们今年下半年产能是不足的 有得有失 市场认为江朝睿说了中大尺寸 其中一项产品可能就是苹果的iPad mini 但眼看公司股价从去年956元高点跌到目前的370元左右 江朝睿也只能一脸苦笑听着小股东们不断抱怨 江朝睿说 公司有信心股东会同时通过发放23元股利 其中3元股票股利 20元现金股利 一扫去年低股利被骂荡声的批评 而且计划增值3000万股大约100亿元 做好扩产的准备 而外资卖隔离更力挺 认为陈宏即使丢了iPhone5订单 今年EPS还是可以冲到49.38元将近五个股本 至于股价有没有机会挑战股王 江朝睿说 东升产业新闻环境潘凯峰台北报道